和大龄男朋友一起逛街是什么体验 他前几天生日没买东西给他 今天软磨硬泡发了脾气 他才答应让我带他买新衣服 你说这男人是不是骗人的嘴啊 他说不爱逛街买衣服是嘴上说说的吧 看他每次试穿衣服照镜子的时候 嘴一脚上扬那个样子 喜欢吗 是喜欢有点大 这像不喜欢逛街吗 不是很喜欢 笑成这样 不是很喜欢 真虚伪 买得太小 因为是在老家 我们出门的时候一般不牵手 不会太亲热的 只是正常的亲近 我们确实也不敢 仅是因为这里的亲戚朋友同学太多了 人多事就多 出了老家我就不管了 最近流感严重 不是我设恐 而是万一我遇到的人 不知道是善意还是恶意 所以我还是戴口罩吧 要辣吧 要 很辣 他想吃这个糯鸡鸡的 想好吃了 四哥你们一人两个够了 一千 上火 买了您喜欢的吃的 还有衣服 开心不 开心 你这么麻烦你给我吧 谢谢宝贝 这两套衣服一共才450 这是我第一次给他买了这么贵的衣服 以前要是超过50块 我都不考虑 哇 哈哈哈哈 搞不错 我觉得吃的穿的用的 不需要买太贵 吃饱穿暖 没病没灾 就是幸福 一回来就得做饭 做啥好吃的 生蚝 哦 肥呀 那我就等着开饭 那我煮啊 开始了 开饭喽 烤了个鸡腿 抹育面 你要带着过去啊 开饭喽 那你先等去吃啊 要